BinX加密货币交易所25号下午特别来到花莲 在县议会一楼举行守护偏乡 洗手串联的捐赠仪式 希望透过爱花莲基金会 要向花莲县13个乡镇地区来捐赠100万元的善款 希望可以用在极难救助 为有困难时刻的居民提供宝贵的资源以及帮助 有鉴于花莲地区连年多起征灾事件 BinX加密货币交易所在去年底特别捐赠新台币300万元 给爱花莲基金会 希望用来协助花莲救灾、防灾及提供学童生活补助 或奖助学金等用途 而其中还有100万元是要用来帮助花莲13乡镇地区的急难救助 25号下午在县议会举行守护偏乡 洗手串联捐赠仪式 这次特别会来到花莲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那一个新兴产业成立了五年之久 Round了大概五年多了 那就加密货币这个产业的话 其实五年算很久了 算是比较长 算是很老牌的一个公司了 那目前的话 去年我们是看到花莲有这个地震的这个新闻 而且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去年就捐了total300万的一个算是不大的金额啦 那想说可以帮助花莲这边有一些改善 那这300万 total300万 那后会去分配做不一样的事情 那可能会有一部分 还是解难救助 一部分是防灾教育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也跟BX来做详细的探讨 那我们将提供100万的一个疾难救助金 给十三乡镇来做相关的申请 每按五千块 那按照社会安全网的一个规范 下去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助 我们需要帮助的民众 爱花莲基金会董事长魏佳贤 除了感谢十三乡镇市 特别派出代表列席 也表示未来会持续关心需要帮助的弱势 一系列善款也将会以最妥善的方式来做运用 希望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导入花莲 让有需求的民众都能受到最适切的帮助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